第一 先到尋找有些生日的 男人去朋友家裡去飲宿酒 今天飲宿酒水 沒聽人口放一直 把這個朋友家裡收集的比特捲 也會衝擊 接下來 後來來說 把這個男人的大腿 最後這個男人因為失去太多 現在不幸過往去 這隻比特牽和優便書的口 打掉了 就算主人怎麼叫他就不放 還有另外一隻誤告 同樣也是去給咬到老火的老地 就算樓越有百貴 要是救不回來 後來這幾年 發生幾個女人 比特牽跟人攻擊的須驚 出了一個五十三歲生日的男人 去朋友家裡飲宿酒開港 想不到喝熱水水後 在地創地 朋友家裡這隻比特牽 有跟他做動 不過他先說就說不聽 結果這隻到鄉鄉氣功起來 轉跟他攻擊 然後他在那邊 他跟那個採到 不想到他喝酒醉 我這邊被咬的時候 從當時就把他偷偷偷 偷到那邊 這個生日的男人 他吃飯的大腿 大條的動物 他就像是給咬回去 地宿室會過多 救護人員到現場的時候 這個生日的男人 已經沒有生命的很兇 上邊他去救 要是不幸失望 那如果感覺這隻咬皮 是一個比特牽 原本就用鐵鐵瀑膜掉了 現在關在鐵瀑膜裡面 反正他的行動 他就過去他第一次以為 狗狗不會咬他 然後他就第二次過去 然後狗狗就開始咬他 比特牽已經去讓農委會 來做事有危險的稿 身體官家庭素表示 因為目前沒有法案 可以公職務修 有了會派人去了解 也會懇問當事人 跟有願意把他的這隻比特牽 讓家庭素帶回去安靜 公職部國際沒有要求 在八月中 要以後修正 和這個數字會拼佈 要把比特牽 我們就做事關於這個數字的範圍 裡面 按算最快在十月底 十一月前就會失陷 接下來中學報道